來關心到廉價的天氣狀況 今年第14號颱風小犬已經生成了 目前預測它的路徑不排除會往台灣的方向移動 可能會在3號、4號左右就會達到發佈海景的範圍 氣象署也表示 現階段的環境是有利於颱風發展 它的強度還可能會增強到中度等級 不過詳細的路徑還要再持續觀察 預測明天收假至桃園以北東半部 要留意局部的短暫正遠 而今天下午國道5號已經出現了北返的塞車潮 腳鑽內側車流明言嚴重回堵快要看不到盡頭 這些車輛卡在宜蘭羅東交流道前等著要北上國五 還有好幾台車疑似是等到受不了放棄排隊切出外側車道 連駕第二天下午北返車流湧現 高空局預估第三天也會是類似的狀況 從上午9點開始擁塞時段將長達12小時 前鋒時段的行車時間不排除會達到平日的7倍 而廉價過後的上班日還得留意天氣狀況 因為今年第14號颱風小犬週六生成 而且不排除會往台灣的方向移動 預估它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海氣條件環境都是不錯的 有機會會慢慢的增強成中度颱風的一個狀況 這個路徑的話發布海警的機率是稍微比較高一點 也預估可能在3號4號左右呢 是有機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的 看看未來降雨趨勢 不過氣象粉專台灣颱風論壇也提醒 這個時間因為有東北季風的關係 就算颱風離得遠遠的 但只要從台灣南邊通過 宜花東雙北基隆 人會相當有感不能大意 記者綜合報導